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繼上一部跟大家介紹了 在台服目前的版本環境下 所有微笑我認為比較強勢的女團陣容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比較輕鬆一點 不聊攻略 單純看一下現今版本 女團在群雄足入的表現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 第一套要來玩的隊伍 也是上一部影片有跟大家介紹到的 白馬女團 主要的核心就是靠公孫戰給予後排騎射的效果 後排友方施放怒攻 都可以回復200點的怒氣 那再加上本身蔡文姬的回怒速度也很快 可以看到UR的效果 共鳴月章改為回復200點的怒氣 只要友軍施放怒攻 會在額外回復200點 那再配合公孫戰的騎射狀態下 直接回復了400點的怒氣 最後則是貂蟬在有專武的情況下 滅獲效果結束時 可以回復250點的怒氣 並且為生命值最低的武將 也回復200點 所以我們這套後排回復的陣容 是相當快速的 一回合全部隊員加起來 有機會打出10次 至20次的怒攻 緊接著就來跟大家演示一下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這個白馬女團的實戰 那這一版呢 我們的對方戰力是38.7億 算是一個衝鋒漿 但沒有很主流 額外放上了香香以及大橋的隊伍 那我相信以目前的環境下 大部分的女團 都是可以打贏對方這一套的重鋒漿 所以我們贏了沒什麼好特別 微笑只是單純要給各位展示 白馬女團在第一回合 如果打出連換的combo 究竟會有多可怕 那我們雙方寶物是差不多的 公孫戰施放怒攻 騎射 那可以看到 文技已經在施放第二次了 算飆纏 他們兩個就是不斷的輪流施放怒攻 那放著放著 公孫戰也由於騎射的效果 又滿怒 這怕我們不斷回怒的速度很快 那控怒的速度也很快 由於有貂蟬 就算沒有控制到敵方 也會有解怒的效果 公孫戰也是 可以使後排解怒 那敵方就算有擺上徐律大狗嘛 可以解足控制 那也沒辦法 我們貂蟬施放怒攻 真的是太多了 從剛才施放到現在 估計有五六次 大狗是解不掉的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在回復這麼多血量同時 我們有擺上玄武 有多餘的治療量 就會轉化成護盾 第一回合護盾 幾乎是已經到達一個極限值 有如盾隊啊 可以說是比盾隊 疊盾的速度還要可怕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敵方的果果 沒站在女生後面 沒辦法減少我們的怒氣 站在男生 我們的贏面會比較高 那如果帶女團的內戰的話 果果幾乎都是放在女生後面嘛 就一樣是這個 楊開 楊開的話 我們白馬女團 就沒辦法在第一回合 輪流施放這麼多怒攻了 我們最大的 敵人就是這個 楊開的果果 那楊開的隊伍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都會有一定的勝利 除非就是遇到剛剛說到的楊開果果 那我們的勝利可能就只有 10%到20% 那這回合呢 敵方是衝鋒江馬 江維從開場到現在 幾乎是完全不能懂 也沒有怒氣 那我們就理所當然的 基本上就把敵方給控爛 完全完全不能出手 那我們護盾又很高 所以呢 這把就是毫無保留的 就可以獲勝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可以看到 護盾完全打不光 我們的角色 幾乎都快看不到了 被這個超厚的藍色護盾給包著 感覺 護盾的量 幾乎都比角色本身的血量還要多 多出了兩三倍左右吧 那敵方就只剩下 前排的公孫戰 還有姜維跟一隻大狗 但我們的傷害量還沒很高 要等到第四回合 如果第四回合的話 沾箱打出一個爆發 這三隻幾乎也要倒了 應該快要來了第四回合 三回合無為了 這邊呢 原機的預言傷害 加上怒弓傷害也上來了 收掉了公孫斬 剩下兩隻 又繼續的控 完全真的是 沒有辦法有任何出手的空間 那這也是要打相當久啊 一回合基本上感覺好像過了兩三回合 這個施放怒弓的次數跟速度 好那我們就乾脆直接跳過好了 看一下 最終的戰寶 可以看到輸出的部分不是重點 原機跟這個 我們的單箱都打差不多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在於 治療量 蔡文姬施放的這個 怒弓次數真的是十分多 來到了60.2億的奶量 超級無敵厚的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把 是一個女團的內戰 對方是39.3億 那組成的陣容 算是純女團 而外掛了雷雲 也可以稱作於雷雲後宮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在於 對方的果果放在女生後面 就是銀鎧 會導致我們第一回合的 怒氣COMBO 施放不出來 可以看到 公孫斬等等騎射 怒氣最大管的果果 迎接怒氣不戒 那如果他今天是剪刀 雷雞跟貂蟬 會導致我們這個COMBO 完全丟不出來 可以看到 對比剛才我們這時候 貂蟬跟雷雞已經施放怒弓了 那因為果果沒有施放出怒弓 也導致後排回怒的速度比較慢 這時候呢 我們的雷雞施放怒弓 然後貂蟬快滿怒 看一下 這邊又直接被怒氣COMG減低了 真的是直接被斷 被斷的話 第一回合怒很快就結束 我們的控制效果打不出來 減怒效果打不出來 額外也不會有玄武所帶來的護盾 這時候呢 好不容易好像有機會 貂蟬買怒了 有機會射出來嗎 看一下喔 有嗎 有 文姬施放兩次 貂蟬施放一次 但這時候 給他的怒氣 是不足夠 每次都差這麼一丁點 這麼一丁點 會導致我們這個 怒氣施放的節奏 少了非常非常多 這時候補回來 目前我們的 文姬施放了三次 但也是因為 貂蟬又差這麼一點 那同時也有可能是因為 對方的三合寶物 比我們來的多一點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套是很軟的嘛 對方有雷雲 然後又有真姬 那已經盾已經疊起來了 我們這套第一回合 沒打出combo會變得超級軟 唯一的奶媽 就只有 這隻 我們的 文姬而已 其他都是控制輸出為主 那公孫戰跟貂蟬就一定要有怒氣 才可以展現出他們的作用 如果沒有怒氣的話 這兩隻可以說是 幾乎就是裝飾 也可以說是死人啊 我們完全就是變成 有點像是在 4打6的感覺 那拖著拖著 第一回合 沒有打出一連款的combo 我們一定是打不過對方 可以看到 第四回合決勝負 對方的魂箱 我們雙方都有射出來 但對面掛了太多次 也不加奶 看到一下雙方的奶量 可以看到 圓姬整整多出我們快要兩倍 那我們的蔡文姬呢 也只補了16.5億 比起剛剛的60幾億 差了非常多 OK 來做一下簡單的總結 這套白馬女團 在對上女團內戰的時候 勝率可以說是趨近於0 很難打 因為大多數的女團 都是這個果果的硬開 那如果對上沒有果果的隊伍 像是呂布頓隊啊 之類的 我們的贏面就會來到相當的高 有機會越到10億至20億之間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養成成本很低 就是對於老服玩家來說 大部分都有 武火貂蟬 以及專武 那公孫戰 老服玩家幾乎也是必備了 如果你們女團 可能純女團 或雷雨女團玩膩了 想要玩一下 比較不一樣的女團 就可以來嘗試白馬女團 那要記得 在禮拜日的時候 群雄要結算的時候 再把這套陣容給改掉 算是比較休閒娛樂的陣容 強度則是一般般 並沒有到很強 那麼本次的女團實戰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